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就是儿子和女儿的雇佣太子党计划 在香港的摩根大通似乎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最后我们来看到英国的卫报 官方调查报告显示说 在过去三年以内 明英国有50万名 40到50岁的中年人 因为酒精或是药物而住院治疗 那大部分是因为他们滥用了药物跟酒精 导致肝脏是出现了问题 那国家保健局警告 这些人他们是癌症的高危险群 而且他们可能会因为这个喝酒的习惯 而丧失性命